疫情很緊繃,而全台的血庫也拉緊爆了 受疫情的影響,民眾減少外出 很多社團也取消舉辦捐血活動 捐血人數和血液庫存量大幅下滑 平均的庫存量剩下3.9天了 沒有達到安全存量7天的標準 花蓮捐血站表示說 捐血站做好各項防疫措施 也呼籲民眾做好自我防護 在疫情的期間還是可以來當個熱血英雄 全國防疫升至第三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呼籲民眾減少出門及社交活動 花蓮捐血站表示 民眾可能不了解 因此不敢到捐血中心或捐血車捐血 導致現在全台大缺血 目前台北捐血中心平均庫存僅3.9天 未達安全存量7天 其中AO、AB型都是3天 呼籲民眾防疫不可少,捐血不能停 因為我們平時沒有什麼外出 都在家裡 我看電視好像缺血 我們的血液安全庫存量是非常低的 目前四種血型加起來只有3.7天 其中A型只有2.8天 然後B型5.9天 O型跟AB型都只有3.7天 非常的缺血 呼籲民眾可以踴躍來捐血 目前因為社團舉辦的捐血活動意願下降 所以今天跟明天是由花蓮捐血站自己辦的捐血活動 在我們的明里幼兒園園是早上的9點到下午4點 我們會贈送給我們的民眾有防疫的清潔包 那在我們的花蓮捐血站它是它今天跟明天也是同步辦理 中山捐血室只有開啟明天所以明天也有辦理 目前花蓮捐血站也推出捐血送防疫清潔組合包活動 只要在5月22、23日捐血就送抗菌清潔液、布口罩等組合包 宜蘭有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一個電器公司是達成電器公司 它特地提供了我們衛生紙從下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有數量有限 它提供的衛生紙要送給我們有捐血成功的民眾 那歡迎民眾能夠就近撥控趕快前來捐血 那在防疫期間雖然我們的陳時中部長有提到說 希望大家這個禮拜儘量減少出門 但是他在昨天的記者會中也有提到 低流量人是要保障的 所以只要我們沒有發燒 我們戴好口罩、做好安全的距離 捐血是可以做的 那也希望我們的民眾能夠踴躍的前來捐血 捐血站也做好防疫措施 希望民眾在做好適當防護下 踴躍到捐血站熱血晚秀 以幫助病患用血 防疫期間也能當個默默的熱血英雄 記者蔣方燕華林施報道